观众对刘涛的评价既有认可也有批评 他在表演才华上的确有着出色的表现 但也需要不断突破自我 尝试更多类型的角色 以展现更丰富的表演实力 随着演艺事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我们期待刘涛能够在未来的作品中 展现出更多优秀的表演和角色形象 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 刘涛 一位备受尊敬的女性 以其贤惠温柔端庄的形象深入人心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在他年轻的时候 他却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风流往事 这段往事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也影响了他现在的形象 对于那些对他现在形象有所期待的人来说 他的过去无疑是一种颠覆性的打击 让他们重新认识了刘涛 宋丹丹的小品超声游击队 在央视舞台上一夜爆红 这股强劲的东北风也深深地打动了他 在家里 每当有客人来 他都会表演宋丹丹的小品 客人们都会连连夸赞 这也让他坚定了成为小品演员的梦想 虽然家庭贫困没有金钱和资源支撑他的梦想 但他依然坚持下去 通过帮助家里打理生活琐事 如洗衣、做饭、买米、换煤器等 他不仅为家庭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也为自己将来的贤妻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涛 这位曾经的南京军区集团军文工团的文艺兵 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 在1993年 他满怀憧憬地踏入了这个大家庭 期待着能够一飞冲天 每天的生活从早上五点开始 六点要完成一切日常任务 包括挑水、种菜和养猪 此外 他还必须接受严格的小品、相声、舞蹈等训练 生活充实但充满了挑战 刘涛凭借着自己的能干和勤奋 成功地适应了这种生活 然而命运的安排 让他在1996年离开了文工团 需要独自面对生活的挑战 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刘涛开始关注报纸上的招工启事 然而这些工作并不都适合他 高中未毕业的他 决定去广东外语外貌攻读文凭 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刘涛自费前往广州外国语学院 投入法律专业的学习 学期长达两年 在求学过程中 他展现出勤奋刻苦的品质 并积极寻找机会赚取生活费用 以确保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 刘涛外星较好 由于在文工团的经历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气质 使他在众人中显得格外突出 因此他轻松地获得了拍平面广告的机会 并且收入可观 然而他并不知道 更大的好运正在向他走来 同年 电视剧《外地媳妇本地狼》正在招募演员 他们在偶然的机会下 看到了刘涛所拍的平面照片 导演立即联系刘涛 邀请他到剧组试镜 刘涛自然接受 他明白这个机会可能改变他的职业生涯 在试镜过程中 刘涛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外形优势和出色的表演技巧 他的表现吸引了导演的注意 凭借着这种独特的气质和出色的表演 刘涛获得了胡杏子这一角色 这部剧播出后大受欢迎 刘涛的角色虽然不多 但是深受观众喜爱 这使得他得以继续在《外地媳妇本地狼》的后续作品中演出 刘涛在拍摄《外地媳妇本地狼》时 突然提出辞职 让剧组陷入了困境 为了弥补他的离开 编剧不得不将胡杏子这个角色写死 而刘涛则选择了前往台湾 拍摄穷瑶剧《还珠格格之天上人间》 面对午夜的台词 其中大部分是蔡明 他努力背下所有台词 在试镜中表现出色 得到了《暮沙公主》一决 然而这部剧却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功 使他的演绎之路遭受挫折 不过这并没有让他后悔离开外地媳妇本地狼 因为另一个机会正在等待着他 刘涛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 结识了一位有趣的乘客 李伟民 他是一位资深的金庸迷 两人从武侠小说谈到人生哲理 彼此发现有着许多共同话题 到达剧组后 刘涛得知自己错过了王雨嫣的角色 感到十分失望 然而这段与李伟民的邂逅 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演阿朱与乔峰的戏时 刘涛表现出色 与胡军配合默契 引发热议 他公开表示 对胡军的欣赏和喜爱 让人们猜测不已 而胡军则保持沉默 刘涛因而在北京 与影迷们再相聚在KTV 这场聚会他备受期待 张继中的突然出现 将这场聚会推向了高潮 他深情地为刘涛 演唱了一首同安阁的《忘不了》 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这一年的刘涛 随着片酬的水涨船高 他的钱包也相应地鼓了起来 他在上海购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子 但在装修环节上 却遇到了困难 在朋友的介绍下 他认识了一位台湾建筑设计师 当刘涛得知他的名字是李伟民时 他感到非常惊讶 这两个人的相遇 仿佛是上天注定的缘分 他们彼此深深地吸引 在第二年 李伟民向刘涛求婚 并为他带上了钻戒 刘涛已经从一个小配角 成长为大女主角 他主演的央视电视剧《白蛇传》 更是使得他在国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然而另一边的李伟民却遭遇了投资失败 一夜之间失去了千万家产 随后 刘涛和李伟民的感情出现了裂痕 最终他们选择了分手 关于他们分手的原因 有人猜测是刘涛贤贫爱富 但事实并非如此 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将彻底洗清这个污名 王科结束了与名模的短暂婚姻 却在电梯里遇到了刘涛 这个姑娘瞬间击中他的心房 他们的爱情故事 在20天内迅速发展 震惊了整个娱乐圈 李伟民苦涩地承认 四年的苦练比不上人家的20天 他带着伤心的情绪回到台湾 并誓言不再涉足大陆 而另一边的王科 他的财富和地位被彻底曝光 他拥有200亿财富 还有死人飞机 第二年 一场豪奢的婚礼 在王府井半岛酒店举行 花费了400万 包下了两层楼 吸引了300位来客 刘涛甚至自编自导 自演了一支音乐视频 讲述他与王科的爱情故事 而王科更是浪漫到 把他们在街上坐过的椅子 都买下来 放在婚礼现场 然而最令人震惊的时刻是 刘涛在婚礼上宣布了 他已经怀孕 并将退出娱乐圈 他想要给王科 一个完整的家庭生活 然而 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 刘涛正在怀二胎时 一场金融风暴席卷而来 带走了王科的所有财富 更糟糕的是 他还欠下了四个亿的债务 王科深受打击 精神崩溃 几乎想要从十八楼跳下去 看着丈夫的痛苦和年幼的孩子 刘涛的世界塌陷了 所有人都以为刘涛会离开王科 但他却选择了留下 他生完孩子后 立即复出 投身于演艺事业 用他的力量和勇气 支撑起了家庭的重担 摆在刘涛面前的是万丈深渊 刘涛一口气接了十八部电视剧 就在他准备大干一场时 舆论吞噬了刘涛和王科 豪门落败 权势不在 各种黑料和谣言蜂拥而至 有人爆料 刘涛在出道前 在广州秘密生下了一个女儿 当时女儿已经上三四年级 这一消息将刘涛推上了风口浪尖 而与此同时 王科也身陷其中 难以自保 那一年在北京的王府井 王科遭到了欺负 像极了一个孙子 王硕不仅撞毁了他的奥地车 还拿枪指上了他的头 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北京城 最终以王硕入狱才得以平息 然而还没等大众平息 王科又陷入了欠款风波 信用卡欠款260万 一房两卖欠款660万 以及和朋友之间的600万元借款纠纷 三起案件接连发生 让王科的富豪人设瞬间破裂 质疑他是否为假富豪的消息 铺天盖地 与此同时 刘涛和张继忠的瓜 又落了下来 引发热议 一则名为 某L型女星将孩子 寄养在南京某寺庙的帖子 在天涯上疯传 大众纷纷猜测 L型女星就是刘涛 而孩子她爹就是张继忠 难道10年前 KTV那场影迷聚会 有了不为人知的后续 这个风波最终以刘涛发表一首 《没空生娃的打游诗》而告终 想要赚钱的刘涛干了一件大事 他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几千字的微博 将王科的颓废不堪 和自己不离不弃的态度 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对文本进行了多种版本的改写 以避免重复 同时保持其含义 刘涛以贤妻良母的形象 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令人印象深刻 有趣的是 这条微博是刘涛在 《蛮过经纪人》情况下发布的 而王科的回复 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方式 看似感谢 但又带着一丝讽刺 刘涛的新剧《贤妻》上映 首播便取得了收视率第一的佳计 这一波营销手段 无疑是非常高明的 刘涛还印在《老有所一》中的出色表演 获得了国剧盛典观众最喜爱女演员奖 这使得她的演艺视野实现了质的飞跃 她从以前的平淡无奇状态中走出来 成为了全国民心中的贤妻形象 这也让她名声大噪 夫妇俩并没有很快就停止运作 刘涛的《星光之路》再创新高 她带着微博年度女神的称号登上了春晚舞台 实现了自己儿时的小品梦想 同时 她在影视方面的表现也越来越出色 无论是喜剧电影 抗战题材还是古装大戏 她都能轻松驾驭 一部《狼牙榜》让观众看到了刘涛文武双全的另一面 成为了人们心中的霓皇郡主 为她的国民贤妻形象增添了一层厚厚的白月光滤镜 虽然《芈月传》的收视率一路走高 但这部剧的风头都被孙丽抢走了 为了给刘涛带来一些荣誉 王科晒出了一波床照 为《芈妹》添了一把火 最终这部剧让刘涛获得了白玉兰最佳女配角的奖项 至此 刘涛的年收入已经超过了一亿 早已摆脱了债务的困扰 刘涛因《欢乐颂》再次受到大众关注 但随后有关她的不识传闻四起 然而这位经验丰富的演员并未被困扰 他选择保持冷静 并未发出律师函 然而讲新的言论使得事态加剧 揭露了刘涛的不少黑历史 两人的闺蜜情因此结束 尽管如此 刘涛以其多方面的才能 成功地跨界转型 包括唱歌 主持 客栈经营 以及直播带货等 王科清空了微博 引发了婚变猜想 无论他们的婚姻状况如何 刘涛已经证明了自己有能力 独立应对各种挑战 他站在金字塔的顶端 拥有无尽的财富和名利 这才是真正的豪门 刘涛凭借电视剧贤妻 再次在演艺圈展露头角 这一角色使他的名声更上一层楼 影视界对他的认可也逐渐提高 他的表演才能和敏锐的大局观 使他成功塑造了这个角色 并赢得了大量观众的喜爱 在此之后 刘涛借助这股贤妻的热潮 事业蒸蒸日上 陆续接演了许多大女主的角色 他和丈夫王柯一起出现在 《亲爱的客栈》节目中 每一季都迎接新的嘉宾 在节目中 刘涛展现出与荧幕上 大女人形象截然不同的一面 展现出他小女人的一面 这使观众感到惊讶 他和王柯在节目中 大方展示他们的恩爱 为年轻情侣示范了 模范夫妻的相处方式 这样关于刘涛和王柯的婚变传闻 也就自然消失了 现在四十几岁的刘涛 作为演技派演员之一 她的热度仍然不减 她以演员的身份 没有辜负观众的期待 因此希望她能继续 为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